北京时间12月23日凌晨2点 2021-22赛季 西甲第九轮补赛 未免冠军马德里竞技客战若吕格拉纳达 这场比赛 对马静来说 可谓是迎来喘息之机的一战 第18轮战霸 马静在西甲联赛中遭遇三连败 少赛一轮击29分 暂列西甲积分榜第五 落后第四的巴列卡诺一分 落后榜首黄马14分 这个赛季 马静未免就不要想了 但至少得保住欧冠资格 若赢下对格拉纳达的补赛 就将击32分 将巴列卡诺从第四的位置上拉下来取而代之 从整体实力看 床单军团是能做到的 马静首发3142 菲利克斯 苏亚雷斯组成双前锋 中场卡拉斯科 德保罗 勒马尔 特里皮尔 后腰科克 三中尉 埃尔莫索 孔多比亚 菲利佩 门江奥布拉克 格拉纳达首发442 莫里纳 苏亚雷斯组成双前锋 这个苏亚雷斯是哥伦比亚人 首发11人总身价 马静为4.11欧元 格拉纳达为4360万欧元 差不多10倍的差距 强弱悬殊 比赛开场后 整体实力占优的马静反客为主展开攻势 第二分钟 马静的快速反击 菲利克斯接队友直传 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杀入禁区打门得手 马静1比0领先格拉纳达 取得梦幻开局 哪知这却是噩梦的开始 第14分钟 勒马尔突破到禁区右侧横传 第一点被解围 中路苏亚雷斯迎球抽射 却踢撕了 被对方球员轻松解围出底线 最近一段时间 乌拉圭中锋明显不在状态 第17分钟 马静被扳平了 马其斯带球突破到禁区前沿 内切过吊德保罗 换开角度射门 这是一季世界波 奥布拉克无能为力 第42分钟 苏亚雷斯禁区左侧拿球后射门 打偏了 第45分钟 马静前场任意球 菲利克斯投球破门 但被主裁判判罚犯规在先 进球无效 上半场捕食阶段 菲利克斯接连两次攻门 均未能取得进球 下半场 双方互有攻守 第60分钟 菲利克斯的射门击中力助弹出 一分钟后 格拉纳达打出快速反击 苏亚雷斯横传 莫里纳产射破门 边才第一时间示意莫里纳越位 但进VAR核实 主裁判认定没有越位 进球有效 马静1比2落后 第89分钟 马静前场左路高空球传到进去 门将扑球脱手 但库尼亚的捕射打偏了 马静错失最后的机会 输掉这一场 马静18战仍击29分 仍在西甲积分榜上排第5 不过他们只领先身后排第7的巴萨一分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